神的恩典 我今天的信息是在祝神的应许 叫我们凡事得性 重点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 圣经是充满应许的 神其实叫我们做很多的事都带有应许 例如祈祷的时候 你不用用很多重复 因为你未求以先,神已经知道 圣经也说到,连书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必蒙连书 圣经很多说话都说到 当我们跟从神的时候 神就会应许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赏赐我们,加力给我们 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对神很有信心、放心 祂一定会照着祂应许去做 那么我们的人就会和神的关系很有信心 不会担心 死了,神现在是否欢喜我呢? 是否接立我呢? 担心自己做得够不够好呢? 而是触实圣经的应许 记住这些应许 我希望大家尽量记得 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应许 其实是多到不得了的 首先我们明白的点 就是神的应许是实在和不改变 是非常肯定和不会改变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光临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时的 所以借着祂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就是神的应许 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 都是时的 都是是的 yes 借着祂都是实在的 是可靠的 是必然会应验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了 下面有一些应许 有个图里默然爱我们 神是时时爱着我们的 所以我们不用说 这一阵神爱不爱我呢? 我有问题 神是不是不爱我呢? 我们就整个基实 神是默然爱我们 永远都爱着我们的 下面那些字 神一定赦免拯救 当我们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主 一定赦免和拯救 神是陪伴我们 在我们前后 环绕我们 按手在我们身上 还有 圖 有哪个圖? 神提升我们的生命 神供应求神的角度的人 我们先求神的角度 和祂的意 这一切就加别我们 神答应了 神提升爱祂的人 爱祂的人 神就为祂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东西 神会祭念和赏赐我们 这都是圣经其中一部分的应许 希望我们整天基实 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很有信心了 相信神一定喜悦 所以在我祈祷的时候 也有一个互动的祈祷 我真心悔改 神一定欢喜 天堂为我欢喜 我真心爱神 神就为我预备 人心未曾想到的东西 我真心去祝福人 就必能不得上次 我真心依靠神 神一定带领我的路 这样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用怕 所以在我祈祷的时候 也说 耶稣我知道祢在爱我 我是知道 我知道祢在陪我 我们的祈祷都可以多些 这种祈祷 神啊 我们亲近祢 我们真心亲近祢 祢一定亲近我们 一定陪着我们 希望大家 在领敬拜 领祈祷 都加上这些肯定的说话 因为圣经是说了的 就叫人不用担心 另外一个经文 希伯来书6章17节一起读 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他的旨意 是不更改的 就起誓为正 这个经文说到什么呢 就是神向阿伯拉罕应许起誓 叫他的子孙多起来 其实呢 在加拉罕也说到 不仅是 他肉身生的子女 才是阿伯拉罕的后裔 而是 我们恩信耶稣基督 也都成为阿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这个应许是实在的 神是 起誓 这里就说到 就是说 神愿意为那些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他的旨意 是不更改 他会祝福 凡是信靠耶稣的人 是不改变的 是不会 就是 离开这件事的 是永远都肯定的 他就起誓为正 起誓告诉我们 必定应认 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 就说 神的应许是必定应认的 我们就只要 信靠神 亲近神 遵从神 做神所吩咐 神一定祝福 即使我们未完美 我们求主赦免 神就祝福 然后当我们做任何神吩咐的事 神都一定喜悦 那我们就有信心了 就是说 我们就算不够完美 我们求主赦免 我们就可以放心 然后我们做任何小的事 神都喜悦 当然 我们做小的事 神喜悦 不代表我们就停留在小的事 而我们会更加做更多 神吩咐我们的事 好了 这里讲到一些神的 应许祂的祝福 我们一起读完 马太六章十三节 因为国度权兵 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门 其实这里讲到神是有权兵的 耶稣有权兵的 马太二八章十八节 耶稣尽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兵都自给我了 罗马书十三章一节 因为没有权兵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约翰十九章十一节 耶稣回答说 若不是从上头自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兵扮我 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 那得圣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致给他权兵制服列国 这里讲到都是权兵 为什么说权兵 因为神有权兵 所以凡是信靠亲近遵从的人 就一定得到祂所应许的事 因为万事都在神的手中 所有世上一切的事 所发生的事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所以祂有权兵的时候 我们可以肯定 在主东文说到 国道权兵永远都是祂的 直到永远都是祂的 还有耶稣说 天上地下所有权兵都给祂了 然后祂参与我们去传福音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权兵 而罗马斯十三章一节是非常重要的 是没有权兵不是出于神 凡掌权都会是神所命的 所以我们知道所有发生的事 都是权兵从神而来 我们就不担心不忧虑 因为神一定照顾祂的儿女 虽然 神是说了末后的日子 是必然很多灾难 圣经是有说到的 不过神也都说 耶稣也都说 当你受逼巴的时候 你不用怕说什么 因为我 圣灵会亲自指教你当时的话 即是说圣灵会和我们一起 会陪着我们 如果祂教我们当时的话 祂也会供应我们的食物 带领我们怎样能够得安全 因为祂的儿女 不会全部都在大灾难的时候 全部都被杀的 祂一定会保守我们的儿女 虽然有被杀 圣经是有说到的 耶稣是很清楚地说到的 你要被万民恨慕 并且要被他们杀害 但是 所有被主 因为主的缘故而被杀的人 神都是跟祂一起 一直在受苦的阶段 并且永远赏辞 其实是有福的 为主受苦是有福的 甚至殉道是有福的 所有权兵都出于神 所以我们不惧怕任何权兵 因为最后是神有这个权兵 耶稣也说 当彼拉多说 你知不知道有权放你 耶稣说 不是 耶稣没有答我 不是 只是说另外一个权兵 如果不是上头赐给你 你毫无权兵扮我 你完全没有权兵 因为神给你这个权兵 而耶稣应许 在《启示录》的七封书信里面有应许到 德性 德性的意思就是 信靠耶稣 一路跟从耶稣 做耶稣所吩咐的事 一直到底的人 我就要赐给他权兵制服列国 就是说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得胜 将神的福音带到列国 祝福列国的人 是我们过基督徒都有这个权兵的 我们现在网上其实这么方便 如果我们都懂英文的话 就可以向很多讲英文的人去发放信息 中文都有很多国家的人都懂中文的 所以我们都可以有权兵 去祝福他们 耶稣这个是应许我们的 我们听祂的话 神就给我们权兵 我们的侍奉一定是神喜悦 和神祝福的 神应许我们不用担心 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就担心 神会不会做 神会不会照顾我 他担心神做的部分 很搞笑的 我用个例子 有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 跟妈妈说 你今天会不会不记得带我回家 会不会 你不记得预备晚餐 我就饿死了 或者我今晚 你又把床床给了别人睡 那我今晚没有床睡 那怎么办 那小朋友会不会这样跟妈妈说 是不会的 他是知道他妈妈一定会照顾 他答应他怎么照顾 他一定照顾他做 但是很多人就担心神做的 就没有想他自己做的 我们自己做什么呢 我们信靠他 相信他是祝福 亲近他 遵从他 做他所吩咐 神一定做的部分 他的部分是什么呢 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有些人说 有些基督徒饿死的 在碧巴的时候 也会饿死的 不过 他们一定有神的陪伴 其实即使死也不是一件 那么惨的事 而神会加力给他 只要我们亲近神 就算饿死 神都会供应我们 给我们有力量 有平安 有喜乐 所以我们什么情况都说 神一定有出路 就算有一天 我自己都有心理准备 如果我自己受逼迫 被人鞭打 甚至要判死刑 那我心里 我就会知道 神一定和我一起 神一定喜悦 神也会和我说 说话 教我如何回应 那些人 那我的心 我是 当然 人一定有 懼怕 但我会告诉自己 我不要害怕 我不是好像 很害怕 不过我告诉自己 不害怕 我真是有心理准备 如果真是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我真是说 不要紧要 因为 在永恒 我能够为主受苦 是有福的 其实 我的生命 什么时候完结 不是一样 那么重要的事 就算痛 可以很痛 很痛 不过神你有方法 帮助我 减少这个痛楚 或者完全没有这个痛楚 或者在痛楚之中 给力量我 我只是做 我应该做 信靠亲近遵从 荣耀神 神负责一切的后果 例如另一样 就是侍奉的果效 神都是负责的 神负责 我们所做的事 如何影响人 是神负责 但很多人 就担心 神会不会做他做的事 神说了做 他一定做 所以我有一句说话 就是说到 神应许我放心 信心 其实就是放心 放心 神会做他的part 神应许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我什么都不用担心 好了 以下就讲到一些 神应许了的事 神应许卸罪和拯救 圣经说 我们认自己的罪 神是相信公义 一定卸灭我们的罪 洗淨我们的七处不宜 还有 有忧伤的灵 忧伤痛悔的心 主必得轻寒 那我们就说 神啊 我真心悔过 你一定卸灭 但有时 我们人都会这样 重复想起我们的罪 我们重复想起我们的罪 我们一样可以求着卸灭 但我们不用说 糟了 不知道神卸不卸灭 我们不需要担心 我们深信 神一定卸灭 但我们说 神啊 我愿意憎恨这个罪 以后我不再犯这个罪 我求着帮助我 离开这个罪 那我们就有肯定的 得救的确据 我真心悔改 我真心信靠耶稣 是一定得救的 不需要怀疑的 我都见过很多基督徒 他担心 他说 糟了 我这段时间 又犯罪 我有很多软弱 那耶稣会不会救我呢 只要一个基督徒犯了罪 他真心悔改 知道罪是可怕的 他真心悔改 求主赦免 神一定赦免的 但如果他说 我犯罪不要紧的 我想耶稣做什么事都不要紧的 我相信耶稣 我犯罪都不要紧的 我去天堂 这是错误的教导 是继续悔改 信靠耶稣 憎恨罪是 去离开这些罪 那你说 是否要百分之百 离开罪才能赦免 不是的 当然 我们尽量离开罪 你不是说 既然不是的 那就离开些 又不离开些 那这个是 被魔鬼留地步 被魔鬼偷窃 杀害毁坏 还有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更加厉害 所以 我们知道犯罪是很严重 所以我们不去犯罪 但是 如果你偶然有罪 你就不要说 死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 我们坚定相信 我们真心痛悔 为了任何的罪 真心的痛悔 好了 什么情况 土共蒙英文 这个问题 其实圣经是很清楚的 不过很多人就觉得 圣经应许不够 要做多些东西 用其他方法 神才会应许 神说了 我们就触实这个应许 神说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读一下 以赛书罗五章二十四节 你们尚未求告 我就英文 正说话的时候 然后我就随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祖已知道了 这个是令我们放心的 就是 我们未求告 神已经 神就英文了 正说话的时候 祂就随听 就是神根本知道你的心 只要我们跟神的关系好 祂一定会照着祂的应许 祝福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死了 很多人就说 糟了 我祈祷不够好 没有说那句话 不知道怎么祈祷 没有祈祷 没有说那句话 神就不允许 都有很多人问我 他说 我有个问题 我要怎么祈祷才行 我说 不是你怎么祈祷 是你跟神的关系 你信靠亲近神 尊重神 神一定 你未求那些 祂都为你预备 你不用一定要 讲足每一件事 还有怎么说 当然我们可以说 绝对可以说 不过不是说 你要怎么说 神才会英文的 或者用其他什么方法 因为圣经说 最主要是我们跟祂的关系 我们未求已先 神已经知道 以后也说到 怎样的土共蒙英文的 我们一起读 约翰十五章七节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常在你们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里也都很清楚 讲到一个条件的 就是我们常在祂里面 跟祂有生命的关系 有些人说 我只是 那么少时间 行不行呢 当然我们应该更多时间 其实我们祷告 不要习惯 只是一日一次两次 而是 一可以的时候 都时时赞美神 感谢神 欢喜神 爱慕神 荣耀神 这样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 一个祷告的状态 有些人说 那是不是要我 整天都要这个状态 我才蒙英文呢 又不是的 不过我们尽量在这个状态 因为尽量在这个状态 我们的情绪会更加好 我们更加有力量 神更加喜悦 我们就更加蒙福了 所以我们就说 我常在耶稣里面 神的话又常在我里面 我们常常记住这些话语 我们背圣经有很多方法 第一种就是记忆念 比如这个经文 你就记住 我在耶稣里面 祂的话在我里面 我们愿意的 我们祈求 就给我们成就 我们就记得的意思 然后呢 我们尽量有些经文 就可以开始 去念到一部分出来 然后最后呢 就是真的 逐字 逐句去念出来 但是 总之呢 我们记得里面的意思 就是 我整天在耶稣里面 祂的话 上我里面 就是我捉实神的话 其实圣经很强调祂的 但有很多现代基督徒 这些话语 好了 下面我们一起读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 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 祂就听我们 这事我们向祂所传 坦然无惧的心 那这里呢 就说到 照祂的心意求什么呢 祂就听我们 我们是坦然无惧的 不用怕的 那有些人说 那不是求我的事 求祂的事而已 祂的事 是不是一定最好呢 有些人的心就会这样的 觉得神呢 好像后母那样 那些不好的就执给你 好的就不给 因为这个是一种 人对神那种 真是很羞辱性的怀疑 因为神有个那么好的神 为什么会怀疑神呢 将那些不好的给我们呢 神是将最好 那有些人说 不是啦 我喜欢一个美女 神给我的不是最美的那个 其实美不是最重要的 或者有钱 我要一个有钱的 神未必给你有钱 或者甚至 神没有给你结婚 那有些人呢 总是要结婚 结婚才行 那当然你找到 适合的配偶 是信耶稣的 是神预备 当然是最好 但有时 未必有 不是代表不结婚 就惨的 神的旨意 但有些人很害怕很害怕的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宣教有个传道人 我说到呢 有时有些人不是会单身 哇 他很大反应 他说我不喜欢听到这个字 单身 我不喜欢听到 是传道人 这个 因为他很难接受 他觉得这件事是不对的 不好的 但是 其实 保罗也说到的 他说那些 单身的那些 那些 他的心是给神的 当他结婚 他的心是会给他的 配偶的 给他的家庭的 那我们照他的心意 其实他的心意 一定是我们一生人 最好最好 没有一样好得过的 所以我们就照神的心意 那你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神的心意 那我们就留意 圣经的话语 留意我们的生命 到底我怎样可以 和神有亲密关系 时时想这些 我怎样和神有亲密关系 我怎样能够荣耀神 怎样祝福我周围的人 你在这个心意之中 你就自然会进入神的计划 就是你一直走 都是 怎样亲近神 怎样遵从神 怎样荣耀神 怎样祝福人 帮助人 时时都在这个心态 神就会指示你当行的路 但如果一个人 经常都想着玩什么 吃什么 去哪里玩 去哪里玩 娱乐 跟朋友聊天 不断在想自己 他的心便不在神 他就很容易偏离 所以我求主帮助大家 以神的事为念 心放�ぎ 都是神的事情 普遍想到神 跟神 就很容易说到耶稣 叫来耶稣 不是说是要强迫性地告诉人 不用的 而是心是柔和谦卑会聆听人 亦都可以有机会的时候 分享耶稣多好 是很自然说出来不是强迫性的 有些人分享耶稣都很强迫性的 你要信耶稣 你不信耶稣很惨 就是很强迫性的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 是一种柔和的生命 其实人见到是会欢喜的 我们照神的心意求 关心神的事的时候 自然 神就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祂就一定听我们祈祷 这里很清楚说到 想在耶稣里面 神的话想在我们里面 我们愿意的祈求 这样的心的时候 愿意的心都是跟神有关 当然也有很多事 跟我们生活有关的 神都是乐意供应我们的需要 神不是叫我们 个个都很穷 很惨 不是的 祂都想我们活得开心 因为我们照祂的心意 好了 另外 就是这个很重要一点 诗篇三十七篇四节 又要以耶和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以赛书五卫八章十四节 你就以耶和为乐 耶和卫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 我们读到这里而已 好了 这里讲什么呢 在我们祈祷很重要是以神为乐 整个生命都是以神为乐 祈祷不是永远地摸神 神啊 我要啊 快点给我吧 我们不用觉得神 很不想给我们 我们要求祂 觉得神是很沽寒的 神呢 总是那些好东西不给我们 我们不用摸神的 神会自动的 真是在我人生 我发觉神比我好的 真是 数之不尽 每一样东西我经历都是好东西 就是我由初信主 我就已经很想有人信耶稣 我经常都有这个心 我初信主就想到 全世界这么多人都不得救 他谁说给他听呢 我就说 神啊 如果你愿意 我是愿意成为一个牧师 将来去祝福更多人 我就经常都以神的事为念 我去到哪一地方 我都经常从人传呼 那时候我神学院 我那时候在外国 那里有YMCA 我在那里做工 那些人就回来 我又跟他说耶稣 有一次有个同学 在那里都是做工 他见到我传呼 他在那里做什么呢 他阴阴地笑 我知道他是觉得 哇 什么这样的事你都做的 别人都未必信 你为什么这样做 他很不自觉地 他那个笑容 我都知道他不是欣赏 他觉得很丑怪 但在我来说 无论那些听的人 或者这个神学生 我都不介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以神为乐 神是我的喜乐的来源 有人不喜欢是他的问题 我不介意 我真的不介意那些 不看重神的人 他的想法 有些人都跟我说 你信得很迷啊 因为他不信耶稣 他觉得很迷 就算基督徒也有些会觉得是这样 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最好 以神为乐 什么意思呢 我总是数算神的好友 我整天都觉得神是最好 我真的很喜欢神 我喜欢神 超过我喜欢太太 我很喜欢太太 但我喜欢神更多 因为神是真的极度美善的 喜欢他什么呢 喜欢他创造我们很奇妙 我们身体很奇妙 他关心我们 他救我们 他创造大自然 很漂亮 每一样都很漂亮 我们整天拍摄 真的很多种款式的 雀仔 真的无窮无尽 神做这么多奇妙的 这么多花 这么多蝴蝶 这么多种鱼 这么多种美好的东西 这么多种食物 都是神的美善 还有神感动我们听他的话 我们不听话 他都感动我们听他的话 真的很好 所以我想到神 我就喜欢 我们虽然不听话 神还是依然整天做工 所以我就说 神啊你真好 你真好 以神为乐 这样的时候 你心想什么 神就祝福你 你祈求什么 神就祝福你 这套经文说什么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 赐给你 你以夜为乐 以他为我们快乐的来源 人不是我们快乐的来源 应该说不是主要的快乐来源 人可以有快乐的来源 不过不是主要的快乐来源 主要的快乐来源 是神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 赐给你 还有神要叫你 成格在地的高处 叫你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其实在天国里面 成为尊贵的人 是最好的 我们已经活了几十年了 个个都三十 无三不成几 起码都三十岁了 应该是 好了 到底我们人生 如果以后都是这样 你是不是满意呢 因为你想能够成格在地的高处 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你一个尊贵的人 你整个生命都蒙福 是更加享受的 那是怎么样呢 就是时时以神为乐 将人的东西不好的东西 不要放在心上 人好的东西我们就欣赏 我们就感激 感激神又感激他 这样的时候 我们凡事都开心 因为神开心 又因为神在我身上 工作开心 又因为神使用我而开心 那整个人都快乐了 好了 神应该怎样的人 蒙神的赐福 正经也都清楚说到的 在这里说到 粗练身体益处还小 为了敬虔 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圣经很清楚说到 今生和来生 你发觉我时时 我讲到都是识经的 解释经文 我们读经都试下这样 还有如果我们有机会分享 都时时看经文讲什么 很多时候我问人 经文讲什么 凡接待他就要信他明 信是什么意思 有些人他听不到 看不到 圣经说 凡接待他就是信他明 圣经说了 我们就在经文看到 答案就是信 就是接待 好了 这里讲到 凡事 什么叫凡事呢 下面也都讲出来 起落平安 祝福 公认 公认 延康 人际关系 恩赐 聪明 智慧 生命 发挥 是逢 让让神 都会 凡事都有益处 并且有什么应许呢 是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不是只是去天堂才有应许 是今生有应许 所以 原来敬虔是这么好 敬威神是这么好 尊敬神 做神所吩咐 是这么好 这个是圣经的应许 我希望大家在这本圣经里 记住一些重要的经文 或者在旁边用一些字 提醒自己 这个经文很特别 以及放在记忆里面 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里讲到 前书二章九节 神是爱祂的人预备的 我们真心爱祂 爱不仅是感情的爱 当然包括感情的爱 也都包括 我愿意亲近神 遵从神 荣耀神 侍奉神 这些都是爱的表达来的 做神喜欢的东西 这样 神就为你预备 眼睛没人看见 伊朗美神听见 人生未曾想到的东西 神都为你预备 先求祂的国和祢的义 这一切就加给你了 你关心神的国度 第一就是关心神的国度 想多些人相信耶稣 第二就是让耶稣在你的心中做王 这样我们的心就是祂的国度 家里成为祂的国度 工作地方成为国度 教会成为神的国度 耶稣说 因为有人说到 生你和预养你的人有福 耶稣说是 但却还不如 听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所以他说到 马利亚生耶稣 不是最主要的福气 是他生 最主要福气是听神的话 马利亚也是一个听神的话的人 不过他生耶稣这样的福气 并不大过 却不如 这个字我们看重点字 不如 听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不及于 听神的话 那就是说 听神的话 而遵守是有福的 以耶稣为乐 神就使你成家地的高处 这些都是说到 祝福了 你会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在诗篇教的一篇 第十四节也都说到 专心爱神有什么后果呢 我要答够他 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求告我 就应允他 在吉兰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答够他 是他尊贵 当然很清楚说到 爱他的人 所以 爱神是最上算的 最底的 最好的 另外就是服事 在最后的行額 若有人服事我 我寻必尊重他 一个人服事神 服事神 不是一定教会有光位 教会有光位是好的 你见到人就服事 就祝福他 神就会愈悦了 我们经常都想到 这个人 有什么 我去祝福他 神就愈悦了 我们就祝福这些应许了 第二 就是神应许在任何环境 祝福爱他的人 有些人就很害怕 死了 没有工作了 死了 什么事发生 我有病了 神的应许是什么呢 我们预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 神是信实 必不叫你们受 试探过于所能受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叫我们能够忍实得住 就是神一定会开出路 有时出路是死亡都未定的 不过不要紧 死亡就去天堂了 我们对耶稣的信心 信到就是说 他做什么都是最好的 其实如果真的受逼巴 杀死我们 那不是耶稣 是人杀死 但在耶稣里面 都依然是一个出路 因为我们可以跟神一起 到受逼巴 很痛苦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 耶稣求你早早接我去天堂 你可以的话 你现在接我去天堂 神可以的话 你做了要做的事的时候 神可以接你 总会开一条出路 不用担心 我也试过经济困难 神一定可以开出路 我也试过受逼巴的困难 神一定可以开出路 神始终可以开出路 左边右边 左边是逆境 神做功可以叫我们得以处 右边是顺境可以得以处 那么逆境是怎样得以处呢 逆境叫我们更加拉住神 当你病痛的时候 你拉住耶稣 会叫我们更加亲近神 当我们被人骂 我们拉住耶稣 有些人被人骂 就会去 只会找人帮 或者经常都想着 那人说的事 这不是好的方法 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抓住神 那些人说的话 我不用介意 因为人能把我 就这样一样 我放手 我们就不介意 人做的事 我们放心放手 那件事叫我们成长 越来越多 在被人伤害的时候 都不介意 第二天当人面对面骂你 一路骂你 你的心一路说 不要紧要 无所谓 他说的话 没有权柄的 一路他一路骂 我真的试过是这样 我一路他一路骂 一路觉得 无所谓 不要紧要 你是这样 你接受不了 就是这样 无所谓的 我根本不会受了 我根本觉得 他毫无权柄 根本不需要介意 他说的话 就像小朋友伤害我们 我们需要不需要介意 小朋友说的话 不需要的 好了 由神应该如何进入 《据奇妙计划》 很清楚 将身体献上 整个生命献上 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要跟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叫我们能够 察验神的善良 顺存 可惜的旨言 就是神一定会 祝福我们的整个生命 神的旨言是最好的 我们要深信 神的旨言比任何的计划更加好 我们就 将身体献上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以及以神为乐 就叫我们成价在地的高处 这个也是神的美好的计划 好了 圣经也应许赐得性 赐给得性的基督徒 一切权柄 就是说 那德性有遵守我命令到底 我要赐给他的权柄 制服列国 就是我们有这个权柄 神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 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权柄 能够赶逐污鬼 医治各人的疾病 还有教会 有阴间的权柄 都不能够胜过的 阴间的权柄 不能够胜过教会 就是说 有很多人就很怕魔鬼 魔鬼是不能够胜过我们 只要我们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跟神有亲密关系 其实我想说 有些人在祈祷 是多些向魔鬼祈祷 多过向神 他们经常都是赶邪灵 我们多些亲近神 遵从神 魔鬼就走的了 魔鬼不用 有些人在祈祷 用很多时间 一路赶什么灵 赶什么灵 也都有个观念 你有愤怒 他说我跟你说愤怒的灵 那你不愤怒 未必的 他需要处理生命 和神的关系 不是 不施赶魔鬼的邪灵 这些愤怒的灵 那些人就会变得不愤怒 而且赐给我们天上的遗分和权柄 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 就叫我们和基督一起活过来 一起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这是过去的 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 在圆文是过去的 用英文看你也会看到过去的 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神就叫我们和他一起活过来 一起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就是什么呢 我们天上有这个权柄了 还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耶稣了 耶稣也会常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好了 最后讲到就是如何胜过魔鬼和咒作 因为很多人就很害怕魔鬼和咒作 耶稣说了 最后的行 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能抢夺他的家财 就是耶稣能够赶鬼 因为他已经捆绑壮士 那有些人说 为什么魔鬼还做那么多事呢 魔鬼做事就是当人给权柄他 当我们听神话 亲近神的时候 神已经完全胜过 所以我们完全不需要怕魔鬼的攻击 有些人跟我说 他说你宣教因着魔鬼的攻击 我就是照常地亲近神 神一定保护的 我真的去很多国家 我就是亲近神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享受神 又主你生命 我整天都见到神 保守祝福 但有些人就说 你整天宣教 你整天赶邪灵 你一定会被魔鬼攻击的 这句说话是令到人很害怕 耶稣吩咐你去奉我命 邪灵赶鬼 为什么赶鬼就会被邪灵攻击呢 耶稣吩咐你去使万民做我门徒 耶稣就常与我们同序 为什么就会攻击呢 他们就觉得 你做一些前线的就会攻击 这是一个很大的谎话 就是令到人很害怕做前线 我们有耶稣同在一起 为什么会害怕魔鬼 耶稣已经说 我们绑了魔鬼 哪些人害怕魔鬼呢 他犯罪 他就害怕魔鬼 但是我们走神的路 为什么会害怕呢 所以不用害怕的 还有给我们权柄 可以踐踏射和蝶子 圣果受的一切的能力 有没有什么能害我们 很多人就怕死了 什么害我 没有什么害到我们的 还有基督为我们受了咒座 原文是成了咒座 就属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座 有些人很害怕咒座 其实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咒座 我们信靠神 亲近神 遵从神 我们不用害怕咒座 有些人很害怕就死了 不知道哪个的咒座传给我们 其实在基督教圈子里面 有很多迷信的说话 那些人就害怕得不得了 变成没有那种信心 祈祷又不知怎样得神应允 神说了 尝在祂里面 祂的话在我们里面 按着祂的旨意祈求 一定应允 我有心爱神 神都为我们预备的 那么我不用担心 神又说了祂圣个魔鬼 我不用担心 只要我们亲近神 遵从神 圣经经常着重是什么 亲近神 以神为念 以祂的事为念 遵从神 处理生命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是 有时有些人就 就是转移了 经常看那些困难 经常看魔鬼 以为魔鬼就很厉害 我们知道魔鬼是 是厉害的 但是不给他权兵 他是毫无权兵 扮我们的 所以这里 耶稣受了咒座 我们不需要派任何的咒座 跟着马太 受六章十八节 阴间的权并不能够胜过教会 我们属神的人 魔鬼不能够胜过我们 最主要我们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还有魔鬼怎么会走呢 信服神 抵挡魔鬼 RESIST RESIST 就是他来攻击你 他来影响你 我们担阻他 不是攻击 攻击是神做的工作 是神捆绑他 魔鬼已经是被耶稣捆绑的 我们只要是跟神有关系 魔鬼是无权兵去攻击我们 所以我们只是阻挡他在我们生命中做工 不要让他留地步 魔鬼就会逃跑 我们不需要拒怕魔鬼和他的势力 但是有很多人 经常都说魔鬼的实力 什么都是灵 那会不会有呢 那人经常在淫乱之中 可以有淫乱带来的邪灵 可以 因为他不听话 但是当他亲近神 尊重神 处理生命 他不会说 那些淫乱的灵都不断进来 我们只要亲近神 尊重神 你发现那些淫乱会离开 那些愤怒会离开 那方法不是猛烦那些邪灵 就会搞定 他有邪灵 赶是应该的 不过 很多基督徒不是有邪灵 是他生命有破口 那我们就亲近神 处理生命 如果真的有邪灵 就赶了 但是不是整天 只是赶邪灵 有些人只是 好似注目在赶邪灵那里 和耶稣受了咒作 所以我们不需要 害怕任何的咒作 还有这个讲到 全副军装 很多人的心态 就是全副军装 就是去打魔鬼 但是你留心圣经 讲什么呢 我们跟这个天空熟灵气的 恶魔争战 我们穿这个全副军装 能够抵挡 这个都是resist 抵挡魔鬼 成了一切暂立得住 那用什么抵挡呢 是真理 圣经的真道 圣经的真理 公义 有耶稣的义袍 和我们基督徒所行的义 就是说 我信耶稣将公义赐给我 我也都遵从圣经的吩咐 是有一个 走在义路上 遵从神的吩咐 有平安的福音 预备走路的鞋 事事传福音 有信德 就是信心 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魔鬼一切的火箭 就是魔鬼攻击 用什么攻击呢 神不帮你 人家不喜欢你 你没用 这些是魔鬼的攻击 我用信心之后 我相信我是有用 我是宝贵 我还要神体重我 我不需要受攻击的 所以这个就是阻挡魔鬼了 信心 就是阻挡魔鬼 戴上救恩的头盔 神就救赎我们 有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以后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 并在此警醒不决 为众圣徒祈求 这里讲完就是说 怎样 圣灵的魔鬼呢 就是真理 公义 平安的福音 信德 救恩的头盔 神的道 多方祷告 并为众圣徒祷告 我听过一个讲道 是这样的 他说 这个就是军装 由跟着开始打 打就是什么呢 奉耶稣命 什么邪连走 什么邪连走 离开了这个教会 这个地区 有人这样做 我不反对 不过我觉得 不要整天都是这样做 因为更多时间 亲近神 神的同在 魔鬼就走的了 你不用要亲近神 神同充满这个地方 还要赶魔鬼 我们只要就是亲近神 处理生命 邪连自然会走的 他就说 保罗没有说一件事 保罗说什么呢 你穿了军装 接着干什么呢 保罗没有说 这个很奇怪的 最重要的人不说 只是说穿了军装 就是他认为 穿军装就不是打仗 穿军装之后才去打仗 就是去赶那些邪连 但是保罗如果这件事 真的你要穿军装之后 打就是你要凤耶松明 那些邪连走啊走啊走 他应该要解释这件事 还有在摄罗人传 是他们传道的过程 他们去到被人捉 弗勒比捉去坐牢 以忽所有很多那些伴偶像 那些人猛地立喊 又捉了保罗 立即有人救了他 带了他走 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聚集 但是你发现保罗的祈祷 他在弗勒比的祈祷 他是赞美神 他就没有在夜间祈祷 什么邪连走 什么邪连走 他是没有这样的记录 其实我看全本圣经 我都看不到这样的记录 我去找 如果这个祈祷这么重要 为什么圣经不教呢 我发现圣经是没有讲的 但是很多人就会加一些这样的教导 那我想说 我们是跟从圣经 有些人这样做 OK的 不过如果你百分之一的时间 百分之几的时间 这样祈祷 OK的 但是如果百分之九十都这样祈祷 我说你 你是亲近神 还是你整天都是说邪灵呢 我们亲近神 神会祝福我们一切 深信神的美善 还有祂的权并 神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很爱我们的 很关心我们 祂怎么会 最重要的不说 说到那些次要的 这一点就是很重要 我希望大家记得 圣经说的是最重要的 我不否定有圣经以外的教导 不过 这里很重要 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所有重要的教义都应该取自圣经 神不会留下重要的教导 的方法不启示给我们 祂不会留下最重要的 就是留下不说 次重要才说 任何教导 不能够违反圣经所启示的真理 但是有没有一些 可能的教导 圣经没有说 有可能 不过不会是最重要的教导 如果最重要的 圣经一定会告诉我们 有时候有些教导 比如说 赶邪灵时看着眼睛 有个人说 这样也挺好 我又做 这样也挺好 我又觉得没有违反圣经 我又照做 那是否一定要看着眼睛 我又不一定 不过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是一个教导 不过这不是一个主要教导 主要教导是耶稣有权兵 所以我赶邪灵 有时不是赶 有时有些人的邪灵就会走 有时有些人的邪灵就会走 因为神的同在就会走 我试过在宣教 我就可以同一个人赞美神 邪灵章显 那人问我 你是否在赶邪灵 我说 你看他有章显也是吧 他说 为什么你没有赶 我说神的同在会赶 不过我也会赶 不过神的同在 自然邪灵就会走 这两个人都可以用的 有时有些人说邪灵 叫到很大声 叫半个小时 不断地赶 转一下方法 爱一下神 赞美神 唱一下诗歌 欢喜神 神都会做功 赶逐邪灵 我希望今天的信息 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观念 就是什么呢 所有的信仰 重要的信仰基础 都是取自圣经 现在实在太多 网上的教导 有些群体的教导 是圣经没有说的 是真的有的 我自己看到很多 我希望大家留意 多些看圣经 从圣经 领受我们的信仰 和我们坚持的地方 触实圣经的应许 神不会将最重要的教导 留下不给我们的 和任何教导 不能违反圣经 如果他违反圣经的原则 我们是一定要拒绝 好 我们现在唱这首歌 就是说 在神里面得胜 不用怕魔鬼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哈利雷亚 哈利雷亚 我们有个欢喜的心 来到神面前 哈利雷亚 有个欢喜的心 你可以跟我用摇鼓 可以跟我用摇鼓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愿日已得改变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你是王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我不必最终打住 是你带领着我得死 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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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惊怕挫败 靠着主人更光复 是祢带领着我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不必惊怕挫败 靠着主人更光复 是祢带领着我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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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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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起闭上眼 神啊 祢真美好 当我们喜悦神 神祢一定欢喜 当我们以神的事为念 神一定祝福我们 当我们将祢事常在祢里面 祢的话语常在祢里面 我们所祈求的 祢必定吸我们 祢帮助我们对祢有信心 耶稣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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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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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身中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拥抱我 主耶稣帮助我们 对耶稣有信心 对神的怀疑有信心 神的应许经历里面总是是的 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 神的话语永远不会落空 不会徒然返回 求主帮助我们的信仰 是基于神的话语 基于神的应许 我们也很有信心 知道当我们悔改 真心信靠你 亲近你 遵从你 你一定起源 你一定起源我们亲近 我们不需要担心 我们不需要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们就是亲近你 信靠你 遵从你 荣耀你 侍奉你 你一定欢喜 一定祝福 我们的生命就被提升 我们爱你 你就叫我们能够得到 神你预备的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你就叫我们能够 将我们安自在高处 多谢天父 有你 我们万事足 有神 万事足 有神 我就有信心 坚定的信心 相信神一定祝福 不需要担任何隐藏的就座 有神保守我们 我们听神的话 必定蒙福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主赐给我们信心 从今直到永远 阿门 请接受主的祝福 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上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叫我们时时 触实神的话语 触实神的应许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